那不会因为二妮儿现在结婚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了吗 好像嫁了一个青梅竹马的老公是吗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你可能会找一个 比如说就是圈里的人呢 或者什么的 你找了一个同学是吧 更多的人会觉得你出名了 长得也漂亮 怎么着也应该找一个 稍微条件好一点的 能够帮你迅速的把你的事业 不用付首付直接买房的 对 直接就可以买房的 这也无可厚非啊 其实现在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 你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 我是因为我们俩是初恋 然后就是来北极之前就谈恋爱了 那坚持了这么多年呀 我们俩那会儿就开始谈恋爱了 然后后来我们是来北京嘛 参加了这个比赛 他一直在老家 但是我们一直是恋爱关系 我有男朋友 我怎么可能再去找男朋友 而且我们俩感情也很好 我在北京07年 他们是12年的时候才过来 等于是他在老家 我在北京 哇 你们这么两地分了五年 还坚持下来了 其实大众更关心的是 你在这儿突然在北京火了 成名了 这个时候就是你对这段感情 有过动摇没有 一点点的动摇 说实话一点点动摇都没有 那说实话他有没有一点点担心 他应该有 他怎么表现出来的担心呢 怎么说呢 因为毕竟两个人有距离了嘛 因为他是一个男的 他肯定会怎么说呢 就因为我在唱歌方面的话 肯定是已经比他就是走得好一些了嘛 发展得好一些 他肯定是会有压力 但是我给他信心 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我内心来说 我是觉得我是把感情看得很重 可能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吧 比如说你唱个歌啊什么 他会帮你挑毛病吗 他会 他最了解我 现在得报一下料啊 请问西游记剧组 你们每人领了多少劳务 您先来说王老师 我是1988年续集那15集里面的 玉帝 玉帝还演了一个角色 还演了一个角色 上照片 大家看看 这是您演的 对 当我演完玉皇大帝准备离祖的时候 突然跑来一个小女孩 说杨岛说了 你再等几分钟 他有话要跟你说 后来我就在屋里等 一会儿杨岛就进来了 说卫国呀 你还不能走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下面有一个角色 一直选 选不到 后来我说 我刚演完玉帝 你就演妖怪多不好意思 他说没事 是套一个头套的 谁也不知道你是玉帝 我说好嘞 后来我就上了 就演的这个 演的这个 那您这老我你说的 是这么回事 我们1988年 劳劳务费就大幅度提高了 但是提高也没到哪儿去 加上玉帝的劳务费 加上这个白象的劳务费 一共是 一万两千块钱 好多啊 那年就算挺多了 好多啊 算多啊 对 佛祖 这事能说说吗 能说 咋不能说的呢 我那时候还不讲劳务费呢 我算很不错的 一天一百块钱 那真不错 林玉姐你拿到稿费了吗 没有 他跟我们团钱 都被我们都帮跟我团拿去了 你是一分钱没拿到吗 没有啊 我拿公司吗 你就没有拿过劳务费 跟我没关系 我出去拍电影也是给团理钱 对 对 真是的 所以接下来大刚老师就要爆料了 大刚老师当时是富翁了是吗 我 你算不错的 同样 Farid 但是无人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虽然走了 但是我想西游记和她的生命同在 我们来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怀念一下杨洁老师 2017年4月15日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吸引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眼球 4月15号 我国的第一代 西游记的总导演 杨洁老师 刚刚做过自己88岁的生日 也就在这一天 众位西游人和广大观众 如潮水般在社交媒体发文发声 纷纷悼念恩师和好友 没有杨洁导演 就没有六小灵灯今天 杨洁导演是个非常棒的导演 西游记小白龙看了四代人 三十年前 他用一台摄影机和六年艰苦岁月 带领一群西游人换回了几代人的记忆 和一部开天辟地的电视奇迹 更创造了世界电视剧史上的神话 说实在的 我没想到 西游记能够红火三十年 我向所有的这些 参加过西游记工作的 付出过辛苦的 我们所有的演织人员 向他们致敬 用性命在拼搏 用心血在创造 西游记的精神 应该健康地活下去 如今私人一世 但英容长存 我们也将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让我们祝杨洁老师一路走好 我觉得杨洁导演 其实在天上看到我们这一刻 他也会非常的欣慰和高兴 而接下来要走进我们节目的 依然是我们的西游人 有请几位老师坐坐 请您走到提问区